那今天我們來訪呢 我們有這四位 一位是廖志偉 雅開業務行銷中心的負責 然後再來是林孟遠 Scopen 他是我們業務行銷中心的經理 然後再來是我是業務行銷中心的經理 然後陳世凱 他是業務行銷中心的經理 那首先先看一下台灣目前的狀況 那截至4月16號 不好意思 4月16號為止 那今天又是零確診 所以這是現在的狀況 那其實相較於幾個 國際上比較重大的商業上面 或是人口上面比較大的一些國家比起來 以及亞洲這些跟中國可能密切往來 就是離發原地往來的國家相比 其實台灣目前的狀況其實是蠻好的 那其實很大部分會歸功於說 台灣政府在一些超前部署上面做一些判斷 或是一些行為 包含比如說我們在12月31號就開始對武漢的乘客做篩檢 一直到最新的像是4月3號 我們其實呼籲做社交距離 那右邊這個其實是來自於那個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個報導這樣子 那另外其實也就是最近也剛好看到一個 台灣Can Help Us 的一個集資的 後來出來一個網站 那其實裡面提到幾點我們覺得是蠻有呼應的 那第一個其實是講到就是資訊的透明 那第二個部分是講到說跨業界的合作 那第三個是講到說其實大公民都蠻配合 蠻負責任的去面對一起來抗議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是快速的回應 那這部分其實我覺得也不只是來自於政府 其實我覺得在很多地方其實都是蠻快速的 那最後一個是Open Data 其實在口罩地圖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就顯示了台灣在資料的開放上面 其實我們是蠻超險的 那可以用作很多很好的地方 那這時候我們也會稍微來呼應一下這些內容 所以首先來講說現在在這個疫情裡面 其實我們遇到了哪些問題 那第一個其實是 可能是大家現在最在也最強調的就是 快速的篩檢然後疫苗跟治療的方法 那第二個可能是Social Distance 第三個可能是Contact Reservation 那這個部分第三個部分 其實目前我們最近有看到那個Google和Apple 他們有合作要在手機上面用藍牙去相互溝通 來留下一些接觸的記錄 那再加上其實第一項其實 那個其實不是我們專長也沒有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會放在後面的 Home Isolation 跟Health and Recovery Monitor 那其實主要就是我們怎麼樣子去 在居家防疫上面能夠有什麼樣子的技術 可以幫到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部分其實在這個疫情裡面 還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的是 不只是居家防疫 而是我們怎麼樣子持續去追蹤 跟幫忙確認就是 不管它是大眾還是 目前疑似的案例還是確診中 還是恢復期的病人這樣子 所以首先先講到這個 Home Isolation 那今天其實我們要提到的其實 是一個off risk detection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首先先看到現在台灣的幾個 就是做法 第一個其實 現在最主要在用的方式是 用那個手機定位 那它是其實會用基站來做 位置的確認嘛 那這個部分是 現在應該是最廣泛的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是我們有看到一個 支撤會的一個solution 它其實是用藍牙的方式 那要求確診的人在手上戴一個手環 那它可能是用類似醫院的那種 就是比較黏著比較死的那種封袋 去把它給你帶在手上 那在居家環節裡面去裝設幾個 這種藍牙接收器 來確保這一個病患 在這些藍牙接收器的範圍之內 那這大概是下一個方法 那它可能會有一些盲點 例如說它其實目前來講 它對於從手上取下來這件事情 它能感知到的其實大概會需要兩分鐘 根據我們看到那個 那等一下 那個福創所的這個平安環 它真的有部署嗎 我了解是在雲南的 東南 雲林的東南 有一個新聞 那實際上我們也不敢說 對 我們是看新聞報道 OK 因為以我的理解 它這個是就是場域測試中 我看起來 它不是我們這個指揮中心的 方法之一 它不是指揮中心的 對對對 那當然就是說 像這種小規模場域測試的 以我所知至少就還有五六甲 不過大概就是技術就是藍牙 對對對 只要是藍牙其實都長得差不多 對對對 但是目前指揮中心有使用的 應該只有第一項 對 對 那另外其實這邊講到其實 我們這邊提到的是一個可以用在這件事情上面技術 是off-free distention 那這邊其實講就是 其實如果我們用手錶上面的一個心率計 以及它的那個加速錄計 其實我們能夠很快的就感知到這個手環脫離的人的狀態 所以其實它今天不大可能把這個東西拔下來給另外的人用來偽裝它 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這邊其實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那我戴過Apple Watch 我知道這怎麼回事 對 那這個精度其實依照我們自己現在的概念它其實可以到就是1Hz 不但問題是說人家只是答應你不離開就是集中檢疫或者是它居家檢疫的地方 人家沒有答應你要就是讓你量心跳 嗯 是 嗯 對 那這部分其實可以看就是我們不一定要收集它的心跳 你不收集它的心跳怎麼知道它拔下來呢 因為你會 所以我們不用知道它的心跳事情 可以得到它有這樣子的生意反應 我們可以取它的反射訊號但不process出它的心跳 就是你收集而不處理嘛 或者處理而不利用 其實比較正確的講法是處理而不利用 就是說你處理只是用來知道它有沒有拔下來 這是它的唯一利用 雖然它有別的利用 但是你保證它不做這個利用 那至於它怎麼樣相信你不做這個利用另外一回事 對 OK 請繼續 對 那這其實只是提到一下有這麼樣的技術其實可以被利用 那目前是沒有看到類似的方式來做 那再來其實講到的還是 我們今天其實主要比較想講的其實是關於就是健康跟恢復相關的一些追蹤 那所以其實第一個其實這邊我們想要提出來的事情 我們有看到WHO它有提一個關於這種診所的管理的一些指示 那它主要是針對於在這個病症上面它其實有一些症狀 那這些症狀其實它有什麼樣的病症 那所以其實上面其實有幾個例子 第一個上面這個講的是那個肺炎的部分 跟就是比較嚴重的肺炎 那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它其實會提到就是呼吸率率30% 以及它的血氧率率93% 是一個嚴重的肺炎的一個病症 那除此之外其實還有像這樣的呼吸急促的例子 那還有像這個就是敗血症的部分 那以及那種敗血性休克 那其實從這裡面其實可以歸結出來 說其實目前來講關於這個病狀態其實有幾個比較關鍵的病症 那第一個是發燒嘛 那第二個是快速的心跳 那第三個是呼吸率過 就是呼吸過快 呼吸急促 那第四個是血氧 那目前來講其實發燒在穿戴上面目前來講的應用範圍 還是就是比較沒有看到 那因為主要還是源自於目前在手上的這種溫度感測器的精度問題 那這邊我們其實接下來想要講的其實是下面的部分 主要是在呼吸率跟血氧的部分 好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它其實是中國的武漢喜和醫院 他們那邊發出來的一個paper 那他裡面想到說他們目前在做篩檢的方式 那其實從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在那個血氧的部分 其實他們在一開始以及在病程發展過程中 其實他們始終會把它做為一個判斷他的病人的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 所以這邊也是呼應一下說血氧其實還是一個蠻重要的指標 那目前來講其實剛剛講到這些東西 以及我們後來會講到一個心跳變異率的部分 其實他們在傳統上面其實都會都有各自的方式去測量 那這個可能在醫院是比較容易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要去對我們所有疑似的病例 或是恢復的病例持續去做追蹤 那依靠這樣子的設備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那如果這些個案如果越來越多的話 其實在這樣子的醫療資源的充足於否上面 可能會變成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其實在這些智能穿戴上面 其實這些都已經是一個可以被利用拿來做偵測的一些 偵測收集這些資料的一個方式 那它可以視為一個 當我們需要大量使用的一個快速的一個偵測 那這個部分其實主要講是這個 那接下來其實會再簡單講一下就是 目前來講在穿戴上面是怎麼樣去收集這些資料的 那第一個其實SPO2 那血氧的部分其實主要來自於我們在心跳 其實大家以前最常看到應該是綠光 那綠光其實主要我們可以透過血液吸窮綠光的狀況 我們會知道我們的心跳的頻率 那再來講其實現在慢慢的有一些裝置 它會在上面再去裝上一些 那個紅光LED跟紅外線的部分 那它主要的可以利用 血液裡面涵氧的紅血球的多少 來去算出你的血氧量是多少 那在涵氧的血氧素的狀態之下 紅外線會被吸收 所以我們的感測器會收到的會是紅光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涵氧比較低的紅血球的狀況之下 是紅光會被吸收 紅外線會被反射出來 所以我們的感測器能收到 那兩者相互運算之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身體的這個 所謂的就是血氧的含量 那這個是關於血氧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在手錶 手錶上面去得到一個還不錯的素質 那其實基本上它跟這種 傳統的這種夾手指其實也是類似的方式 因為它裡面一樣是一個就是PPG的東西 明顯 那另外的部分是呼吸率 那呼吸率其實現在這個東西 也可以在手錶上面去把它給偵測出來 那它主要的方法還是在於說 下面這裡有講到三個的方法 那其實第一個是講說 你的那個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的肺部會擴張 那你就會壓縮到你的心跳 所以你的心跳每一下打出來的強度 其實會有差異 所以當我們在測心就是心跳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根據訊號的強度差異 其實就會知道它的那個 它的呼吸率是多少 因為它的就是呼吸的間隔 它的強度是不一樣的 那第一個部分是講到說 在呼吸 如果我們把第一個這個強度篩掉的狀況之下 因為心臟在呼吸的時候 它的打出來的血液量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光看 就是把剛才的強度篩掉這個訊息之後 我們光看這部分 我們也可以得到它的呼吸率的資訊 那第三個部分是 其實有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症狀 是這個 Arythomy Cinus arrhythmia 那這部分其實主要講的是 呼吸性的心率不整 那這個部分其實它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那它可以透過 心跳之間的間隔 來去推算出來 你的呼吸的頻率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 我們可以用手錶 手環去計算呼吸率的一個方式 那第三個是講到這個心跳變異率 那心跳變異率 其實這邊講的不是它怎麼樣取得 因為心跳變異率其實只是兩個bit之間 它的時間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的差異性 它就是這個所謂的HRV 那這邊其實主要講的是 HRV它其實跟人的身體的 一些或是生理或心理的一些現象有關 那它也會導致一些器官的狀況 那所以首先這邊講到其實是 其實像這邊講到的像呼吸率啊 或是你的血壓 或是你的體溫的變化 其實它會影響你的 腹交感神經跟交感神經的作用 那進而影響你的心率的變異率 那所以其實我們手錶上面能算心跳 所以我們能夠 當我們的心跳的精度夠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算出心跳的變異率 那我們就可以反過來去推斷出 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所以這邊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其實是壓力 那當你的那個交感神經 就是 就是當你的壓力比較高的時候 你的交感神經會作用 那這個作用其實會反過來造成你的 心跳跟你的那個 就是心跳的力道會增加 那它就會導致比較低的HRV 那除了之外其實 大家也可能也都有理解到說 其實壓力一直以來 它都是一個非常重要影響 人的自體免疫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第三個是其實發燒這件事情 其實也會造成你的交感神經的作用 那你一樣也可以從你比較低的HRV 跟比較高的心率去看出來這件事情 這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從手錶上面去 透過HRV跟透過心跳可以去得到的一些症狀的一些 預判 不是預判就是判斷 那反過來來講其實這個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它其實也會影響你身體 各個器官的一些作用 比如說以就是掩護肌肉來講 它其實會影響你的 你的瞳孔收縮或是擴張 或者是你的 唾液的分泌狀況 那這是剛剛講到就是 心跳會增加或是減少 那比如說你的一些 胃的一些黏液的 蠕動的一些狀況 等等其實這個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時它都會影響到 人的各個器官 所以其實這其實是有交互作用 那我們可以透過我們收集到這個心率的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去推斷它身體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發生 不管是比較焦慮啊 或是真的有什麼樣子的病症 其實它說穿的就是All Day的Hard Rate 然後有辦法稍微計算一下 那也就是中醫把脈跟古書裡面講的 氣定神閒 心神不擬 其實在談了就是這件事 我用Samsung Health蠻久的 然後也帶過Apple Watch 我大概知道這些 然後這邊其實舉另外一個例子 其實是最近我們其實是有看到 就是有知道的 那這是一個德國的一個研究機構 那它其實是歷屬於德國的政府 那他們其實是 就是跟三方合作做了一個App 那這個App其實是 可以讓各家廠商的用戶 它可以donate它的資料給政府 去做就是關於大眾健康的一些研究 以及讓政府更好的去掌握到 就是整體全 就是去model整體 國民的健康狀況 因為目前還想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歐洲或者是美國 他們其實還有很多那種 輕症狀或是就是無症狀的人 待在家裡 那或甚至是其實他們就 根本就不去醫院 那這件事情其實會造成 就是政府對於整體 這個疫情的狀況其實更難把控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會幫助他們去 去model這個整體國民健康狀況的部分 那這個是目前德國看到的一個例子 那其實再講一下就是 所以目前來講其實以穿戴技術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它收集的內容大概是這些 那像是那個 這第一個是比較基本的 誤數卡錄影 那睡眠狀況 全日新率 然後你的壓力跟 心跳變異率 以及血氧 然後還有 像是ECG 跟AFI的資料 跟呼吸率 那另外有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這些的平台 他們都有提供他們的 API或是SDK 方便大家去做整合 那所以其實這邊 我想要提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如果把這些API如果都把它給收集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那第一個是 其實就如同剛剛那個德國的例子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去 讓如果大家願意自願去提供這些匿名的資料的話 其實能夠幫助去做一些健康的研究 以及了解一下就是目前來講 就是全體人民的健康狀態 那第二個部分是其實它也能夠像前面提到的 它可以去幫助去追蹤那些疑似的案例 或者是那些恢復中的病人 他有沒有復發 類似像這樣 他可以去就是在比較規模 比較大的狀況之下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部分其實是 其實目前來講 大家對於這個病症的了解 其實還是比較有限 那其實更多的資料可能都會有助於 我們對這個病 這個COVID-19這個病的更多的了解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從這些確診的病例上面去收集到一些資料的話 它其實對於研究也是有幫助 那其實這邊其實我們提到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是其實 目前來講其實本來在這種公開的Database 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 而且有效的方式去 讓這些研究人員能夠更了解這個病症 那我這邊其實有舉個例子 這其實是一個 PhysioNet 一個國外的一個網站 那它其實是有去收集一些各式各樣的Database 那在你還有做 就是真的做臨床測試的時候 其實這些的Database可以讓你去驗證你的 你的演算法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Mesh結果 那下面其實有提到一個 這個是我們有看到一篇 paper 它其實是有提供出了這個 在台灣這個第一個病例它的整個病程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政府是不是能夠幫忙收集 跟提供這些匿名的 就是這些病人的資料來做研究使用 就是這一點 可是跟你剛剛說那個就表示已經有了 不是嗎 可是它就只有遺地 就只有遺地 對 那其實在這件事情 這個的資料其實不夠數位化的細節 它沒有溫度變化 體溫變化的細節 目前大概只有簡單的圖標裡告訴你 前面幾天大概紅線發燒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本土案例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這些回國的人 他必須同意把他的資料捐出來 是吧 可以這麼說 如果有未來還有人有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現在我們回來大部分都就是集中檢疫了 對 那或者是像什麼安心防疫旅館 有各種講法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那個地方也是政府所提供的其實 或者是政府從旅館業那邊徵收來的嘛 那所以那個地方本身當然是愛裝多少 就是探測器就裝多少探測器 但是問題是說 那一個人一定會說 為什麼我要被這樣子探測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們剛剛舉的例子都很棒 可是那個是在社區傳播階段 我們從來沒有進過社區傳播階段 所以你們剛剛舉的例子 沒有一個是台灣可以 可以就立刻套用的 我說那個精神很好 那個精神我也很同意 但是就是說 你很難用德國說服他們人民的方法 來說服台灣人民 這個正當性架構是不同的 對那所以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說你回來 然後我們三次做 現在應該還是RTPCR嘛 做三次RTPCR都是沒有的 的情況下 那你就是跟一般國民應該要享有一樣的權力 也不應該被標籤化 五名化等等 那在這種正當性架構底下 第一個 我們大概也很難再敦請他去戴什麼手環 去做後面的判斷 因為他就是從後面 假設我們三四彩都是陰性 他回來變成陽性的幾率真的是 就非常非常小了 可以忽略了 對 對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段過程就是這十四天裡面 因為我們已經對他的隱私有非常大的侵害 等於是已經要求他去住在一個他陌生的地方了 所以你在這個上面再疊加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證明他是為公義所必要的這個證明必須很強 他才會願意吧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強迫 而是更多一個自願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有沒有意願來幫忙 就是也許不只是台灣 是幫助大家來了解這個病症 然後去了解到說我們怎樣是更好的去判斷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他不是強迫 這我理解 這我理解 這我理解就是說是up in 這我當然理解 但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一般人並不是他可以拆開你的機器去看你的演算法 對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信任問題 這個信任問題是就是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說 你收集我的心跳但你不使用 你收集我的體溫 沒有體溫了 你收集我的壓力程度 但是你不使用 你收集這些東西 但是你的使用都是只有在 就是統計學意義上面去使用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人數並沒有多到最小統計區那麼多人 所以所謂在統計意義上使用其實是沒有的 那唯一就只有說是以匿名前提使用嘛 各自發兩條路嘛 一條統計一條匿名嘛 那統計顯然就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就只剩匿名 那匿名的特色就是說你要告訴他說 第一個你的這個匿名它是無從就是重新識別 即使你知道他在那14天裡面 他的壓力程度他的心跳他的這些東西 你也沒有辦法就是以他未來他的就診紀錄 或者健康存折紀錄或任何其他紀錄 來反向識別說 原來當時集中檢疫的70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有確診就是他 對你必須強到這個程度他才會有意願去去貢獻他的資料 只要他覺得說還有可能是從70個人裡面 因為我參加了你的這個就是志願的服務 那到最後70個人裡面只有我確診 而事後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身份就被發現了 因為現在記者都很厲害的都是像偵探一樣 那這樣子他就很沒有動機去參加這個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就是說你要先解決這一個解釋性問題 那如果是說我們在賽驗的過程中發現了 有確診 對有確診 開始讓他帶 那當然當然他帶就不管是多少人帶 我們都完全採取利益的方式 那等於我們就可以對大眾群體 就是Average之後他是一個 但他確診之後他就不是居家檢疫啦 確診之後他跑不掉啦 確診之後他的 他已經在醫院了 所以第一個你沒有辦法把它當電子圍離的一部分 醫院根本不需要電子圍離 那是物理圍離啊 對吧 那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醫院他因為是要治他的病嘛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所有Monitor 大概都進入傳統的就是那個就是醫療的那個關係 醫病關係嘛 就是第六條的那個那些東西 就各自法第六條的那些東西 所以那些人並不是不能夠事後決定捐出來 可是我們目前的做法是他跑去健康存折的那個SDK 自己下載之後選一個他信任的第三方 然後捐出來嘛 現在有個標準的程序是這樣做 像有些糖尿病患者啊 有什麼治抗糖啊 什麼社群嘛 都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分享的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你已經現成的有一條路 但是必須要是他先看到了全部的資料 然後他再說我現在公開裡面的一部分 匿名的或具名的都可以啦 那這條路我們是indorsed 是在健保快一通也好 或者是在健康存折網站上面 現在都已經現成的有這樣子的應用 但是你是說現在在這個之外 另辟蹊徑 等於是說有一個器械 這個器械他在我沒有健康存折看到的情況下 就先幫我累積一些資料 然後我一開始就同意要匿名 而且事後也不知道到底他蒐集了什麼 也難以撤回 這樣子的話就跟健康存折的邏輯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非常謝謝我還不知道 現在健康存折在醫院裡面的診療資料 對你全部都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 不是我們常看到一個個人的問題 就是說比方長者 他其實在同一個醫療體系裡頭的幾個分院 偶爾我們看到線上 他好像還掉無端病例的時候 對對對 就包含什麼CT啊 什麼之類的啊 這些東西 對對對對 就是說這裡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他如果有一些 好比像說是CT 他資料量比較大 他P4傳輸有時候要等 就是等個一天等個兩天 因為VPN他的傳輸量有限 那個是健保署 就是智力要解決 應該是就是有邊預算解決的 但是如果是像這種生理自然 因為他資料量非常小 那他不應該有那個交換時間的問題 我們其實光一般的用藥本身 就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問題 可以啊 是是 但是我說的意思是 沒有大家想像 你說雲端藥力嗎 對對對 雲端藥力他現在應該是 每天半夜P4交換嗎 沒有那是 我在談的是 一些個人的經驗裡頭 對 長者大概已經是可能兩三個禮拜之後到期間 到期間 要調他的雲端藥力 其實是 是有些很難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就是 有點像就是發號碼牌的鑰匙啊 就是說 他是先自己記在自己的一個 本地系統裡面 然後之後再登入到健保署 那樣子就像我們口罩地圖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是設計讓你刷健保卡取號碼牌嘛 對那但是當然也有些朋友是 沒有你健保卡留給我 我發號碼牌 或是我乾脆先發號碼牌 我不要你的健保卡 那後面這兩種情況 當然就會不同步 對 這這個而且是 等於很難避免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確實就是說雲端藥力並不是 百分之百確定說 就是他當場開了藥之後 他的那個系統就一定交換到這邊 但是他一旦交換到健保署 別的是立刻一定拿得到 對 那所以這一段確實 因為很多人如果還要手動登打 就是他要先登打他的診所系統 或他的藥局系統 那他又要登打健保署系統 他當然是優先登打他自己的嘛 因為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經銷存要用到 他有空再來登打這個 所以在就是端點的這個自動化 這個是很重要 對可是中央健保局裡頭 為了避免大家這種醫療上的浪費 其實是有管制 有啊有啊 對 對 還有包含那個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 對對對 那 可是實務上我就是一直沒有搞懂 就是那為什麼還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在幾個禮拜前 在其他地方看的病例資料好像在雲端病例裡 另外一個診所說他其實取不到 嗯 對這有三種情況嘛 一種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他for some reason 其實並不是插入病人的健保卡的時候登陸 而是因為覺得插健保卡他要等的時間太長了 而他做了一個免卡登陸 這個就是據說就是某一台販賣機有70幾筆 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他先處理完購買程序 然後有空再去登陸一下健保卡 對那當然那個販賣機現在修好了 對但是就是說有些人是這樣子做的 那這個時候就要等他批次交換你才查得到 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是病人根本就沒有在健保卡 他付個押金什麼東西的 以後再取健保卡來 那這個時候你也必須要等他之後再取健保卡來的時候 才會交換上去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是什麼預約掛號啊之類之類 那他的預約掛號系統沒有串到這個下載系統 那也有可能 就好比像說他不是預約 他是直接walk in 他直接跑去第二家診所 那家診所因為你不是預約嘛 所以我來不及批次交換 那我就只能即時下載 那這個即時下載如果網路慢啊或什麼的 那我就會說我現在讀不到 這些都可以理解 對 當然其實 當然這也許就跟今天的訴求也有點關係 那既然如果這個系統這麼理想 其實它做我們的一部分訴求 其實就顯得有點多餘了 但是 並不理想 這是很新的系統 有很多問題 不是口罩 對 雲端病例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教學醫院裡頭 他們不同分院之間 我都可以看到 其實 一兩個禮拜前的東西其實看不太到 就是說他的批次 批次拋轉的這個作業方式 他們中間也是經過失敗 然後現在終於普及 我現在看他的那個作業方式 更新時間是去年三月 等於他去年三月才Settle這個即時交換的這個方法 那我不確定去年三月他Settle了之後 有多少醫院現在有跟上 所以我再說明的只是說 他目前現行這個中央交換機的程序 但是有多少醫院跟診所已經跟上了 這個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了 對 但是就是說他不應該是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靠寫進你的健保卡裡面 是靠那個健保卡 好像磁碟片一樣去做交換 最早是這樣子 對 那現在從至少去年三月開始了 就是這個中央交換的狀況 但是中間有各種就是時間差的問題 這個都在一一排除的 對 好 謝謝 其實這邊再回來講一下 這邊其實還有想到一個其實就是 這邊有一個建議是 是不是政府都來牽頭把這些確診的病例的一些 他的整個病程的病症狀況 給匿名收集到 然後來提供一些研究 因為像舉個這個例子 其實他就是 你剛剛講他其實就是 這樣的Public Diabetes 那他可以這樣 對 這非常棒 現在問題只是說 有哪一組人願意站出來 告訴這個病人說 你現在公開到這個程度的匿名化 未來你被重新從這些資料裡面識別的機率 只有0.006% 那你願不願意 願意的話請打勾 不過其實這反過來其實這個跟現在說 我的臨床的測試都是一樣的 不太一樣了 他不是願意得病啊 就是說 我是說 我是說你的自願的流程跟收集的秘密要求 其實是一樣的 當然 那個Formal Procedure是一樣的 這我同意啊 現在我的意思只是說 因為這個病是所有人都感興趣的 這個跟我們說 好比像說 癌症的一些進程 或者是一些就是CT等等 就是我們現在在Train AI 也有用非常多這些東西嘛 對那但是因為這些東西 他的就是每一次公佈出來的資料集的形狀 是非常有限的 也是因為他要做機器學習 所以他的那個Dimension一定都都畫得很清楚 但是因為你現在要的是比這個多的東西 你要的是一個歷史資料 而且每一個時間量測點 好比像他如果是戴手錶 也許你一分鐘一次或五分鐘一次 你每個量測點他雖然是還是離散不是連續的了 但是他的那個維度是很多的嘛 就是你會有很多項目嘛 對那我們我們學這個都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只有二維的話 那你在二維裡面很容易說這幾個是群聚 所以這幾個在這邊我們也沒有辦法在彼此之間出來 但是當你變成十二維的一個空間的時候 你十二維裡面不管放多少個點 每一個旁邊的距離都很遠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你的資料維度一多的時候 你要去說明說他難以被重新辨識 就比起好比像說跟肺癌 或者是跟什麼其他的 你分享你的那個CT或什麼的那個難度 變得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們要去算那個 如果你是用差分這個隱私的話 你要去算Epsilon的話 這邊就很難算 而這邊就很好算 這只是我們目前主要一個挑戰 對 如果是一個公平會 能夠告訴我說 從這個司法院的觀點 從立法院的觀點 從消保會的觀點 從公平會的觀點 等等 公平會可能沒有了 從這些觀點看起來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 沒有監管的方式 對 對 而且縱使有好比像說 假設國發會個人資料辦公室 或者好比像說 衛福部的那個 IRB的那個委員會 但是大家都還是可以質疑說 這個召集人 他的薪水跟他的職位 都是我們指揮官 不是 部長指派的 對 或者是我們主委指派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如果要做出一個很公正的判斷 那他就沒有像運安會那樣子 運安會如果判斷跟交通部長是不同的 那說真的他不怕交通部長 因為他不隸屬交通部啊 他是獨立委員會嘛 那但是如果你現在要國發會各自辦 或者你要衛福部的一個下屬單位 諮詢處啊等等 出來判斷這個 你要他逆時中 這真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所以目前的挑戰是這個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想要 就是想要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倡議 我們趕快 因為GDPR氏族性 趕快去通過這種 超然獨立相當於運安會 的這種各自審議委員會 那這樣的話 由那個超然獨立的 就好像發生什麼普悠瑪啊 發生什麼事情啊 什麼飛機掉到什麼河裡面去啊等等 至少你相信說 這群人會彼此監督 而且他們都不隸屬於交通部 所以他們講出一個讓交通部很丟臉的結果 他們還是繼續當他們的委員 可能需要有這樣一群人了 才有可能在這種高維度的情況下 做判斷 如果只是一二維 那我們一般的 好比像說 每個部會都有一個統計處嘛 或者是甚至我們的一些 包含就是 立法委員也有一些專家的幕僚嘛 如果只有一二維 大家坐下來討論 達成一個共識 那是很容易的 就是最小統計區啊等等 什麼裁稅資料啊什麼等等 那但是如果是這個狀態 就是十二三維的狀態的話 我真的覺得十個人坐下來 是一種意見 這個就比較困難 下面再下一個其實是 可能跟剛剛就是唯有提到的一個 對啊 就變即時化嘛 對 目前來講其實 我不知道是我們的理解 還不夠還是怎麼樣 因為目前來講其實 我們是知道健康傳承 他其實有辦法去 就是去記錄保存這些資料 那我們也相信這些資料 應該某種程度 會被醫生再反過來去 幫忙他去做判斷 對啊 對啊 那只是目前來講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 這邊其實講兩個的因素 第一個其實是醫院的 歹跑效應嘛 就是 就是病人常常其實 在醫院的時候 會特別緊張嘛 那所以這種有提 有這種 過往 就是比如說 他在看病前的 三天五天 甚至是十四天 三十天的這樣的資料 可能會對醫生比較幫助 因為他在醫院當下的 測量往往還是不準 因為他過於緊張 例如 血壓跟心跳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沒錯 沒錯絕對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是 這是我們現在的理解 我們確認是不是 我們有漏掉什麼東西 因為剛剛 如果有講說 有那個SDK 因為目前來講 其實我們從 以一個用戶的角度上來 我在登入 就是我進來健康層的熱網 那其實 我就只有手動 KING的一個方式 我們確認他有多少 他有SDK啊 你就找健康層的空白SDK 他就會給你一堆APP的列表 那好比像說 智抗糖 那你就裝智抗糖 對啊對啊 那你就裝智抗糖 那他應該有M2M 就是包含 直接從你的那個血糖的那個量測 直接進他的APP 應該都是有的 可是像 因為其實我原本對於這類型 就是收集資料的這種類型的 的想法和理解 是其實比較像剛剛德國的例子就是 你可能會有非常多現在可用的路口 從那邊去選一個 你願意經由他來交資料的方式 去把你的資料交出來 可是目前在網站上面其實是看不到這樣的東西 他其實點了之後 他其實就是讓你自己手動書 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們看真的是同一個網站吧 因為 這也是健康選擇的結果 就是你 輸入生理量測值 對 對 那我這邊看起來是 健康存摺的首頁 然後首頁 有一個叫做SDK服務連結 不過 這裡啦 這裡 嗯 我看起來是 就是我先進健康存摺嘛 這裡嘛 手機插卡網路插卡零貴辦理 這頁本來很少人知道 但最近兩三百萬人 都到這裡來了 對 好 那包含健保快一通啊等等嘛 這些東西 那對 那這裡面有就是 SDK健康服務連結嘛 那所以就是這些人嘛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15S的問題 因為我想一般用戶 應該不會理解到 這個時候的SDK 就是說沒有人知道 SDK三個字是幹嘛的啦 這個 這個 我也很同意 對 開放在那裡 廠商已經可以PTO 他的SDK 把資料櫃進去 個人的健康行程 對啊 只是 只是 現在的問題應該是 在剛剛的那個 然後他不要智康堂 透過SDK再去串南山人獸嘛 這個是一個例子 對 對 我們也有跟南山人獸 串 對啊 在 就是剛剛的那個截圖 那個例子裡面其實 它其實就是我們健康存摺的手 也就是你剛剛 你這件其實是一個說明網站 它其實不是登錄之後的狀況 那登錄了之後 其實它輸入森林兩次的方法 它點下去之後 其實並不會 這我理解 你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它是iOS進去 那 健保快一通 應該自動跳出這七個 來給它裝 那如果它是Android進去 健保快一通應該自動跳出這幾個 就給它裝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對 那 那如果你是 你是桌面 這些其實都沒辦法裝 那你要怎樣 我覺得應該是 提供給它一個資訊 哪怕你把這個表 其實放在旁邊的手 OK 你有其他的連錄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就引導性 因為 像剛那個網頁其實它 沒有這樣 它的UI引導 是會讓你覺得 只是覺得是 只有手動輸入的方式 這我了解 它APP上好像好一點點 但是確實就是 桌面板是 是比較 比較弱的 就是這個我同意 對 鏡表同意 這個我下次見到署長 可以問問他 對 那現在我們知道就是 今天我們會去研究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蠻喜歡健康主人家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支持疫情之前 我說 一直有在用健康主人家的想法 是 那只是一直覺得說 那個我沒有方法去把資料連串進來 那其實我們自己幫 剛好就是一個 可以做一個 不能說是Data Provider 而是一個Data Aggregator 就是其中一個Aggregator 他可以把資料連串進來 就是如果很少人知道有健保快一通 對 那更少人知道有健康存折 那這樣的話廠商就比較不會投入開發這件事情 比較少廠商開發 那就這幾個的話 那在這個健保快一通裡面幫這些打廣告 感覺就有一點點圖利廠商 因為醫療院所就那麼兩家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從健保所的角度來看 當然是等這邊很多的時候 那我再分門別列按照需求去推薦給大家 但是如果這邊沒有多少人用 那我為什麼要投入開發的成本 那不過這個問題就最近解決了 因為要買口罩 大家都裝了簡報快一通 所以就說至少這個Bootstrap的第一階段完成了 那第二階段還是要看大家了 好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大概已經接到 我們回去會再 這個我們回去會去看一下 但是如果對這個SDK裡面 比方說它support的一些資料的結構 如果我們希望有一點建議 要跟誰接觸 這個他們就是有一個SDK團隊 因為其實以我的理解 像智康堂是他們最早的幾個之一 那其實他們就提了非常非常多意見 就本來其實就是不太好用 對那他們都是很responsive 就會一個一個去改 我想技術上的部分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意見 大家最care的就是那個隱私相關權益聲明 第三方希望你不要比一個一般的醫院差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他們都開放 就是一般的醫院進來的原因也是這樣 因為一般的醫院他相信他的治安 有強到一個程度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把你自己的這個器械 定義成健康承擇用戶 那可能就要通過類似醫療程度 的那種治安等等的這種集合 那這樣子的話我想健保署就會 比較願意說好那你提什麼問題 我這邊採納你的意見這樣子 了解 在了解這個系統 概念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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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一些 不是完全沒有 你知道我們也熟 因為他也是我們的partner 是是是是 是是 他也有來聊過 對我覺得這種長期的這個 等於是relationship building 就是說他跟你的服務之間有關聯 那你透過 這算是一種信託 因為我把我的資料信託給你 你透過創造價值 並且顯示出你是 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動 而不是為了什麼廣告利益而行動 久了那我就更願意託付我的資料給你 所以這都是需要時間的 那這個跟就是一個人關著14天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因為你關著14天 我根本沒有時間引起你的信任 所以根本就是強迫的 那你這個時候再刻以他更多義務 這說真的很難說服他 真的很難說服他 那其實我們的透明片應該就差不多結束 後面大概就只剩下 就是兩頁就是 那還是可以投回去啊 還是可以投回去 所以這其實是剛剛我們有講過了嗎 所以其實如果現在有SDK的話我們會去研究一下 然後看一下我們怎樣 那樣子 一方面是運用SDK 二方面是確認我們符合他的資產標準 然後去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 對於大眾健康的推動和幫助是有 是五次有益的 對 那其實後面其實在 只是在回去呼應前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 目前還要其實在資訊透明啊 或是跨業界 或是像是open data 或是快速會 其實 所以我相信不管哪一個 不管哪一個間公司 會哪一個裝置 其他樣子滿意去做 那我們希望在政府的部分 其實也能夠在這些方面 這些方面跟大家一起聊 那這我絕對非常願意 我們很快會有一個就是跟美國 那可能也會跟日本談啦 但主要跟美國會有一個架構 其實這個架構之前也有見報嘛 就是那個台媒共同防疫的那個架構 對那個架構裡面有提到那個 consultation 就是諮詢 那這個諮詢不是只是 雙方的衛生官員互相諮詢 事實上是跟雙方的業界諮詢 就是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解的題目 然後有沒有什麼想要幫的忙 那這種就是廣泛公眾諮詢 其實之前我們有一個叫做數位對話 Digital Dialogue 已經運行過四次嘛 就是問台媒的人民 在經濟上面 在讓台灣能見度更高上面 在國防上面 然後以及在民間交流方面 那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創新的主義 那有一些像總統的黑客送什麼 也都落實了嘛 對那所以我們很可能很快會有第五個 就是關於就是COVID這件事情上面 那業界的同仁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第一線的朋友的 因為現在美國的狀況 雖然可能到了一個高峰 但是還是沒有就是很快的下來 那我們的架構裡面像日本也很有興趣 那日本目前也沒有到完全控制住的這個情況 所以各位剛剛提的 尤其是第一段的那些想法 雖然在台灣我們就是我們的例子 還沒有辦法夠到說 你說最小統計區 我們就那麼幾個人到底怎麼最小統計區 對那但是在美國或日本或許是有機會的 那所以等大概過可能一個禮拜左右 一兩個禮拜我們正式announce 那樣子的一個就是諮詢架構的時候 也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夠保持關注 那我們就挑一些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希望永遠用不到 但是美國或者未來日本或許用得到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我們就是一起來開發 這個我是非常的願意 對那其實就是就是 其實這是最後一頁 那其實一樣 就是今天又是一個零確診的一天 對 我其實在來之前其實我們也有就在聊到說 其實現在台灣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提到的很多東西其實 有可能是比超前部署 對太太超前了 其實那不會發生 收集不到 但是在其他的國家 其實是很可能是收集得到的 但站在產業發展裡頭 也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我們沒有辦法觀察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對於要研究或者開發一些產業 是有點 對我們我們的生一一的夥伴 也一直告訴我們說 台灣的簡體數量就很有限 就是說大家現在都碰到同樣的這個挑戰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像台美合作架構那樣子 因為就是他們有一些簡體這樣 然後也有一些實際的案例 那但是我們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援助 那所以未來說不定就是一個飛機裡面 一個貨櫃裡面全部都是你們的手錶 也未可知 我們今天還不是為了公司 我理解了 我理解 但是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用那個架構來問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第一線人員需要的東西 真的跟全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太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不如以全世界其他地方需要的為主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能量去試著滿足這樣 對 是 好 那我們現在要用到這邊 對啊 我們之前 這就閒聊了 就是有一個 他也是圖領獎得主 也是我們資訊學者得高望中的一位朋友 他跟我interview 然後就問說 那就是假設你們的人就是感覺到有症狀 不管你剛剛講發燒 呼吸急促等等等等 那那個 但是你的手機上面沒有安裝APP 因為事實上我們只有在那14天就是用電子圍離 那這樣你要怎麼樣子去確保說他有走到診所 那他本來希望我的回答是說 他的手機可以就是幫他定位最近的一家診所 並且他如果不走過去的話 醫護人員就會上門了等等等等 對 那我就說不會啊 他就戴個口罩就會去看病了 然後他說 那你怎麼inforce 你怎麼就是確保他會這樣 那我就說你怎麼確保他用肥皂洗手 我們沒有確保誰用肥皂洗手 但是因為健保實在是太方便了 所以任何人都知道你戴著口罩去診所看病 即使你就是很不幸得病了 那你不會有太大的意外的負擔 那在他那個時候做這個採訪的時候 美國也還沒有公佈說患病的人國家會負擔治療費用 所以就是自願去診所的這個動機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台灣能夠做到這樣 絕大部分還是靠大家自己的動員的能力啦 並不是政府真的做了太多的事情這樣 所以也希望說等於我們未來有那樣子的諮詢架構之後 我們就盡量多去幫就是動員能力 民間動員能力沒有那麼強的 可以找出一些讓他們願意動員的一些方法 那像德國的架構或者是歐盟的那個DP3TR等等那些架構 可能都是一些蠻不錯的一些方法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